大家好,我是桑普 早晨,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桑普論證的節目 那麼大家最近幾天最關心的當然是 收藝七一,這個星期五就來了 香港淪陷日,香港淪陷25週年 也都是所謂的回歸,也就是所謂我們 貞其名,主權移交transfer of sovereignty 25週年的紀念 那麼這一天,當然是香港會放假 但是我們無論如何都好,都覺得這個是相當悲哀的一個日子 這個悲哀的日子呢 習近平會不會訪問香港呢 就成為了大家討論的對象 今天和2017年 林鄭月娥上任第五屆政府上任的時候呢 相比呢 當時習近平是訪問香港的 很清楚說明是 就是赴港訪問 就是以前的新聞稿 就是七一訪問之前 已經說明會去香港 以及會視察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但是今年2022年呢 就是此一時,彼一時 就不敢說 不敢說,是不是對於不敢來呢 就引發了很多不同的猜測 但是看到呢 很多的事實都是嚴陣以待 很多的東西 今天的明報的頭條是這樣寫的 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會出席慶祝香港回歸 25周年大會 替第六屆特區政府就職 據了解 習近平是否親身訪港 港府刑代通知 但他一旦訪港 很大機會參觀西九龍文化區 及科學園 科學園就在中大隔離 的西九龍文化區 大家知道是 哪個地方 就是一落了高鐵之後呢 就會參觀 所以他應該乘高鐵來 西九龍文化區 灣仔會展 就職典禮 以及這個 涉及到科學園 那麼 明報記者 就在昨天傍晚 就到科學園視察 發現 發展局長 王偉倫 就是後任的 副財政司長 和創科局長 薛永恒 在場 與工作人員視察 多名的 親共走狗派 就是預料 習近平將會在7月1日發表重要演說 談及香港回歸 下25周年的發展 並對 香港未來發展 給予重要指導 什麼由亂及自入 自救 什麼指導 指導個毛 指導個屁 就這麼簡單 指導 指導他 很簡單 去到這樣的情況 習近平訪問香港 我想 機會大 但是機會大 是不是真的會 會訪問呢 依然很多變數 連續13日 每日確診數字超過1000 最近 我看見到 星期六 確診數字超過1500 1700 習近平 有三個怕 一 怕自己的病 被人知道 第二 怕在香港驗到 武漢肺炎 中國病毒 第三 怕死 怎麼怕死法呢 走了之後 報91年 戈爾巴喬夫的後塵 換言之 被人政變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看回第二個原因 就是所謂的 染 這個武漢肺炎 你看到後任的 政務司長陳國基 現任特首辦主任 國基 國衛 國衛什麼 曾國衛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都重招 當然他沒有辦法出席 但無論如何 他的高官都重招 可見到這個團隊 有染疫風險 林鄭月娥 是不是潛在 潛伏期之中 的情況呢 不知道 習近平 和這些人同行 結果 染疫 死了 怎麼辦呢 這樣 一命護膚 所以這個人 越有權力大的人 越怕自己 墮落 因為自己一病 一病不起 死了 沒有眼屍 乾淨 萬算鬼數 死不去 被人奪權 英明盡喪 歷史寫 他有個敗明 這就是他最害怕的事 所以這次 趁著 五十年 不變的一半 二十五周年 來這個地方 會不會真的來得成呢 想來 但沒決定 很多人都吹風 葉劉那些 後任行政會議 召集人 聲稱說會來了 這就是一件事 大家就拭目以待 我認為他來的機會 現在是偏高 但問題呢 他偏高來的話 不代表他來到這個地方 真是 什麼都 大無私仰 和香港人見面 絕對不會 密封式管理 連那些 港警都會變大白 不變大白 變大透明膠袋 入粒住他們 逐個粒出他幾十個小時 就要隔離那麼久 正 三眼 Thanks 你們全部 上陣 Dame 局死 Thanks 同行 萬國殯儀館 就這麼簡單 全香港也都很瘋狂 旗海飄飄 五星血旗 和這個香港區旗 就是 掛滿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平石村 每層樓 天井外面的外牆 都是掛滿了這些旗 很多旗都被毀損 甚至無有人 用白色的布 遮蓋著這個 國旗或區旗 五星紅旗的紅色恐怖 很多人害怕 我看到吳文遠的Facebook 站在這個平石村 天井的下面 抬頭一望 拍了一個很漂亮的照 證明到 Toppel the tyranny 他的衣服 是這樣的寫 對抗 反抗 推翻暴政 這個是打刀暴政 這個很基本的原則 很多謝他 在這個這麼艱難的時間 都在香港道理仗義 去表達他自己的意見 香港的警察 是嚴肅地縮清 6月24日 首次出動 新型的中國製 因為裝甲車 就叫做 這個 這個裝甲車 到處 在這裡請向 劍齒虎 一把劍 有牙齒的老虎 所以打虎 蒼蠅老虎 一起打 全部裝甲車 光然粉碎 包含習主席的命令 蒼蠅老虎 裝甲車的劍齒虎 一起打 就這麼簡單 Very Good 這個劍齒虎 他有多孔發射器的 他說會有 低殺傷力的彈藥和 他說這個車輛 車胎 不怕 被 爆胎的 因為爆胎 都可以 滾動進行 另外除了這個 新型的 裝甲車 劍齒虎之外 還有20個反恐 特勤隊 以及50個機動部隊 不定時 做反恐巡邏 現已開始 所以香港已經成為一個 可能說 跟布魯木齊 或拉薩 差不多等級的一種 防衛的狀態 這個劍齒虎 裝甲車 由4年前 2018年 已經採購 去到今年的3月 交付 即是說 顯示到 港警越來越似中國的武警 李家超 李渣超 武官自港也好 其實講到就是 黨官自港 整班人 全部都是 想著用刀把刺槍幹子 去克服香港人 其實是想藏你的心 我們一定會 想清楚 整個事實 就是說 不要死 好好活 準備好 等運動 當然在這個 同時 我們看到七一在職 警務處 國家安全處 昨天 拘捕了兩名男子 6月16日 他們被拘捕 他們涉嫌干犯 作出 具煽動意圖的行為 管有仿製火器 管有攻擊性武器 和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等 兩人正被扣留調查 又在 瘋狂地 去拘捕不同的人 在 長沙灣 和 柴灣 採取行動 拘捕兩名分別 31歲和 53歲的男子 警方也根據法庭的手令 搜查兩人的 處所 處所 檢獲曾用作 發佈煽動意圖訊息的 電子通訊器材 電腦、軍刀和一枝 仿製槍鞋 兩人 涉嫌 違反香港法律第200章 刑事帳條第9條和第10條 作出是具煽動意圖的行為罪 這個沒有說清楚 具煽動意圖的行為 有什麼文字 有什麼行動 有什麼部署 沒有說清楚 他只是說罪名 第238章 火器及彈藥條例 第20條 管有仿製火器罪 管有仿製火器罪 就是管有軍火 管有武器 第228條 簡易程序置序條例第17條 管有攻擊性武器罪 以及第106章 電信條例第8條 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罪 被捕的 現證被扣留調查 有這麼多罪名 4條罪名安下去 那麼 顯然 他用這個方式來說 他們孤狼式的恐怖主義 依然活躍 用這個方式來做 但是 事實行為完全不清楚 這個就是 當時的報道 就是昨天的報道 有待 做一部分析 顯然 人生不死 我通常都是在節目上 我不會 煽動鼓勵 因為 因為我不想害到大家 看這個節目的各位香港的人 我絕對不會煽動鼓勵人家 去做一些所謂的犯罪行為 但是現在沒有清楚的 我就說 萬山不許一溪斌 堂堂溪碎 出前村 今天 搞到這樣的局面 有很多的人 對政府不滿 有很多的人 依然 人生不死 依然在平石村 一個藍絲那麼多 紅絲那麼多 的村 都有人 去毀損國旗 你可以看到 事實勝於雄辯 就是這個政府不得人心 這個政權不得人心 中國共產黨和香港特區政府 不得人心 這一點是很清楚 而香港人從未 去改變過我們 真實的想法 你要去管治香港人 根本你只是 管得到他的身 但是管不到他的心 就算你管得到他的身 他的心也都不會改變的 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除此之外 我們也知道 有一個人 就是很離譜的 就是這個 不得不講的 就是一個所謂的 犯婦人 那麼 我們看到犯婦人 犯徐例太 就講了很多 荒謬的說話 那麼 荒謬的說話就是 一羅羅 那麼 最重要是什麼呢 根據這個香港獨立媒體的 昨天的報導 就說 香港主權 現在有25週年 前全國人大常委 犯徐例太接受訪問 認為香港人在未有平穩生活前 不應該講民主 教訓我們所有香港市民 不要再有什麼民主 很重視人權 其實我們基本權利就是 做那麼多工作希望可以拿回那麼多報酬 就是 半斤八糧 就是他們的基本人權 而這些報酬可以令我們生活平穩 甚至有一點點增長 如果做不到這些 什麼民主都沒有用 那就是說 最重要是有得吃 做豬最好 做豬 生活平穩 豬爛的生活平穩 那麼 間中 有少少多些豬糧食 如果做不到這些 說什麼民主呢 先做豬 跟著就給你民主的了 民主要多少都有的 總之記住記住 他就 記住 中國共產黨 篩選完些人 才給你選 那你就民主了 豬的民主都有的 納波利安的民主都有的 Animal farm的民主都有的 范太表示 因為國民教育不足 令年輕人被誤導 才參與了2019年的 黑暴和六四的晚會 原來是六四的晚會被人誤導的 即是六四的晚會 誰誤導你了 那誰誤導誰呢 那殺人那些是什麼人 黑暴是不是被人誤導的 真是很奇怪 范徐麗泰 接受商台訪問 指2019年的黑暴和六四的晚會 都有不少年輕人 至於他們在回歸前 只有十歲 還未出生 他們在哪裏拿這些資料呢 這些資料 是不是就是反共 甚至是反中 的團體 有計劃 有意識 給他們呢 這些反中的團體 為什麼有這麼多資源呢 真是眾籌回來 的嗎 這個就是他的禮法 他認為 某些資金是來自美國國會核下機構 其實人家就在這裏計劃 和行動了二十幾年 我們就根本 懵懵一下 所以呢 結果發生黑暴這些事情 都是好家 好的 就是知道做少了些什麼 應該怎麼做 在訪問中 犯罪禮太強調自己中國人 學校教師 應該讓老師 認識中國的歷史文化 和做好國民教育 25年來 只有越來越去 羨慕認同西方那套 而不知道我們國家 都有 很多值得恩術學習的東西 他斥責外國 為了壓制中國發展 必然會打壓香港 包括2019年的 反送中運動 2014年的佔領運動 以及2012年的反國家 這些其實都是有人 在後面在組織 組織那些 我們知道是什麼人 范徐麗太表示 曾經向官員建議 在校內升旗 被回答 聲稱沒有預算 而及後 在七一和十一升旗 那兩天是public holiday 沒有學生 是校工升旗 他認為政府懶懶閒 對方 就是外國勢力 非常努力 不少年輕教師 亦遭感染 感覺是 我們是要民主 但你那個是一黨專政 共產黨是專制 令年輕人沒有機會了解國家 Sorry 共產黨的憲法寫明 是人民民主專政的 誰說共產黨不是專政的 反黨反社會主義 打一把 亂槍掃射而死就行 喂 這個犯徐麗太沒有讀憲法的 讀多一次 人民民主什麼 專政啊 就是這樣 什麼叫做人民民主 你不是敵人那些就叫人民 團擊共產黨周圍那些就叫人民 那些人專政 那些人才是民主 專政是對敵人 對敵人專政 對 親共的人民主 那就不用選 因為你既然喜歡共產黨 自然而言 是歷史的選擇 人民的選擇 自然而言有民主 那你說敵人 那些敵人 比如我這些就是敵人 是不是 你看那些 47人 那些 勇武派 敵人 就是專政 共產黨就是專政 我們很了解 你不了解 你問一下任何一個懂得這個憲法的人 你不知為何 杀昂的 犯除禮泰 你收檔 就是這些老而不死為之賊 很多台灣人就很鄉遠 就說 哎呀 人死為大 我告訴你這個很快死 人死為大 戴他老尾 犯除禮泰 吐他口水 吐他毒尿 噴他毒屎 就這麼簡單 但范除禮泰有什麼好說 死而不息 死不足息 死有餘辜 就這麼簡單 在主權移交之前 范除禮泰曾任 行會主席和林立會主席 他指出在前港督惠逆治下 仍和中方有經有國 但彭定康水任後 就為造就親英的民主派 將1995年的立法會選舉改革 包括新九組 新增 九個功能組別 范太認為 當選的29名民主派 在政治上是彭定康的盟友 但在其他事項上就和政府打對台 更通過七條的勞工權益法例 政府官員很反對 但彭定康照簽 他指出彭定康更改 更改變了 港人對政府的期望 定立標準 給政府部門 造成香港不好 是政府的事 令政府回歸之後 成為了服務營政府 神經病 喂 政府政府成為服務營政府 就是彭定康的錯 是這個彭定康的走狗的錯 誰做走狗的 梁愛思 原來 董建華 拉了他們 對 very good 打把 死刑 very good 是不是這樣 今年的執政 能否立即成立 沒有直通車 你就可以賴三賴四 你真是犯婦人 真是很有意思 對於彭定康 犯婦人的甚為 怒氣 還怒氣些什麼 25年前 怒氣 你怒氣些什麼 他聲稱對方在任期間 為香港埋下多個炸彈 包括解散政治部 將敏感資料和文件搬到英國 相關官員獲得居英權 令到特區政府成立 沒有了這對眼 這對耳 聽不到看不到 哪些人在香港搞事 荼毒著我們年輕人的心態 我問你 為什麼要勾結 港英政府政治部呢 誰想勾結港英政府 想要撤退的政治部 需要接收外國實力的眼和耳 去聽事看事呢 我問你 該當何罪呢 而你 當時你為什麼不說呢 范婦人 為什麼你不說呢 當時你為什麼不抗議呢 今天 警隊裡面沒有政治部嗎 今天沒有國家安全署嗎 就行了 是不是 搞定了 搞定了 早應該立了 1997年早應該立了 誰不立 你共產黨 想不想那麼快 毀壞臉 關人什麼事呢 至於民主派 泛徐麗泰 就指司徒華再生的時候的民主黨 即使批評政府也希望政府做得更好 在對方離世之後 民主派和民主黨 也對中國的感情越來越薄 及後2010年的政改 就是超級區議會方案 民主黨層到中聯版會見官員 令他們 以為2014年也會獲得相同的待遇 泛徐麗泰強調 戴耀廷令大學生和年輕人變得激進 而最可惜的是民主黨未有曉耳大義 更為了選票而表示支持 這個就是香港 所謂民主力量的失敗 這就是他這樣說 他指 主見現在之後 中央教關心平穩過渡 民心安定 並繼續發展經濟 沒有想過有外來勢力 破壞香港 導致外人承虛而入 更造成貧富懸殊家劇 說有外國勢力有關 到今時今日都算是世界上前三名的 噢 貧富懸殊跟外國勢力有關 真有趣 真是很莫名其妙 被問到雙普選 犯徐麗泰就此 當民心回歸就有了 絕大部分的香港人都知道 是住在中國的香港人 不會做任何事 是不利於國家的發展 同香港的發展的時候 就是雙普選的時候 雙普選的時候 那就是說 香港就要社會復和 最重要 就是 他說市民認為 如果是 認為 政府能夠盡心盡力 解決問題 並尊重法律的話 社會就能慢慢融合 但是或者要 五至十年時間 慢慢等 正如是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 梵太 梵婦人 即是這些不值一駁 跟他這些吵架 就增加了自己的 level 是吧 即是 如果你認為 他說的有道理的話 顯然你的腦筋 都有問題 但我相信 在這個節目絕對 沒有這個問題 很顯然的 歪理 就當事實 這樣說 是吧 完全是 荒謬 我就說一件事 梵婦人 我拼你一句就行了 一句已經說完了 現在 是不是 你看到 上海封城 民怨四起 唐山打人 各個地方封起 丹東有人 就可以出事 上海七葡萄 有示威 是不是 廣州各地 都有很多不同的民怨 中國有 起碼三分一 都陷入這個 封城狀態 民怨相當大 就是說 不是很穩定 你說完全穩定 沒有可能 不穩定 再加上 現在這個政治鬥爭的風氣又大 有什麼雜想 有什麼雜下理想 那些東西 事實上不是這樣 當然是一回事 但是 風氣雲湧著 那就是 不要穩定 按照你這個道理 生活不是很平穩 加上你看到 通貨膨脹急劇 這個不是我講的 李克強講的 李克強講什麼 這個要六個穩 因為不夠穩 要六個穩 生活不夠平穩 所以才要六個穩 未穩定 才要提出六個穩 那為什麼 習近平要提出 已經實現了全過程 人民民主呢 你既然覺得 生活未平穩 要六個穩 為什麼要實現 為什麼你說 要推動全過程 人民民主呢 你回答一下 這個問題 未有生活平穩 不可以有民主 生活平穩了 或者五至十年 才有民主 偉大的中國 十四億人 未生活平穩 為什麼有 民主呢 犯虎人 當然啦 全過程人民民主 不是真正的民主 不是真普選 但是起碼 人家都說 要給民主 你為什麼沒有呢 沒有民主 如果做不到 生活平穩 什麼民主都沒有用 你夠膽就回到中國講 現在還沒做到六個穩 要堅定做好李克強總理 未來呢 你們很多人說 未來黨主席 未來黨總書記 李克強的 重責大任 要生活平穩 要做六個穩 那講什麼民主都沒有用 那為什麼要 做習近平的 全過程民主呢 你回答一下嘛 是不是 喂 回答不到你吃屎了 就不簡單 你講這些 就是 跟他 替他曬起 不過很顯然啦 這件事呢 就慢慢地 約成為了一種 大家的 談知 但是 你 說到最後 習近平 會不會訪問香港呢 我就認為呢 機會就 雖然是比以前 增大了 所有事情都是 決定在他手上 OK 他有很多風險的 我告訴大家 說過 四大風險 是不是 他 有病 他怕染病 他怕被人政變 還有更加怕的是什麼呢 來到 就算沒有政變 大鐵隨轉 我不是說過 張子良 啊 啊 這個 張良 張良 的 故事 就是當時 韓國人 張良 想在 薄浪沙 擊殺 這個秦氏王 的故事 我記住啊 我不是煽動大家做啊 但是這個風險 始終傳授 剛剛讀了新聞給你看 不就捉了很多人 就這麼簡單 那你說 你怕不怕 我怕被淘汰 淘汰就 收皮 視訊 會議出席 你不用死 那你問我了 我想不想殺出習近平去 那我就覺得這樣 如果為了這個 虧粉的目的 明白 大家的心意 但是呢 從長遠來講 你要使這個國家 收皮的話 那就繼續用子彈飛 繼續被習近平 繼續坐在籠椅上 為非作歹 拖乱中國 我們才有更摧殘的明天 你想一想 他現在死 不是一個合適的時間 OK 你換了李克強組 就更加慘 慘到慘無人道 跟著你想一下習近平現在很當權的 他的外長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也都是 剛剛宣佈習近平會 出席 他沒有說現場出席 出席 這個 第六屆政府 這個就職典禮 和這個 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的慶典 同日 李強 不是李克強 是上海市委 李強 就宣佈 就宣佈 習近平 出席這件事 不要緊的 所以就是上海 大上海保衛戰 打贏了 實現了社會面 動態清零 最重要是習近平的說話 完全正確 就像當年林彪講這個 毛澤東 一句頂一萬句 這麼厲害 挺好氣 所以他依然掌權 very fit 所以看到 現在今時今日 如果我們說 他失勢 是不實的說法 今時今日看回 整個局面 習近平 又沒有病 習近平怕不怕染病 怕不怕政變 怕不怕被暗殺 這四個因素 就是決定了他能來香港 那麼 我估計所有的事情 就是做定了預演 所有的安排 要安排好了 他來一半機會 不來另一半機會 總之他都會發表一篇講話 那這篇講話可能視訊提出 可能會來 來都會即日來回的 全程不用有機會接觸到香港人 他來的方法就是高鐵 西九龍文化中心 會展 以及科學院 各位 有心的香港人 注意一下這些關鍵的地方 香港是香港人 他是香港 不是習近平的香港 他來這個喘擾香港 我覺得是一種相當荒謬的行為 七一這一日 以後成為港商日 港商日 以後都會繼續放假 我們無望這個歷史 無望25年來 我們承受的 恐懼 恥辱 以及 各項的 抑鬱 屈辱 我們今天 我今天 不在香港 很多人在看這個節目的 都未必在香港 而很多人在看這個節目的 在香港 但是 人同刺心 心同刺利 我們彼此的心 是連繫 在一起 祝福大家 那天 躺平 那天 好好做好一個人 不要死 好好活 準備好燈運動 因為當時機來臨的時候 我們要準備好 我們應該要有的 能力 鬥志 所有的東西 很多東西 不是急於一時 希望大家能夠 努力 至於 部分人士 要做出某一些行動的話 我不予置評 OK No comment No comment 大家知道 我們 都是不督灰 不割席 不分化 團結一致 香港人 加油